哈囉大家好,我是紅大雞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洗髮品的評比啦 距離上一次差不多是兩個多月前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跟大家分享呢? 原因就是因為 有兩罐洗髮精的末數都不大 都屬於小末數的 再來這次的洗髮精都沒有改善洗的洗髮精 所以在洗的時候呢 我就有邀請 烘地還有烘媽一起來洗 所以洗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有兩支洗髮精 它剩下三分之一沒有全部都洗完 以往跟大家分享的洗髮精評比裡面的洗髮精 它是全部都洗完 洗到真的就是完全見底 才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第一支是這支AQUAYA的 淨水復活洗髮精控油款 上一支的洗髮精評評影片裡面 有跟大家分享保濕款的 這款呢是控油款的 必須說 我覺得控油款跟保濕款洗起來呢 真的差不多 我覺得沒有特別的不一樣的地方 包括控油的部分啊 我覺得控油款跟保濕款也差不多 那這款呢它有標榜淨味平衡技術 上次有跟大家分享過 然後防止衣味啊保濕啊柔順啊等等的 然後標榜無細菱嘛 它有添加檜木精萃 它的香味呢我還蠻喜歡的 再來呢 控油款它有添加薄荷精萃 那它可以幫助平衡油脂分泌 那再來就是洗後的淨涼 那我個人覺得洗後淨涼的這個部分呢 我是覺得沒有太大的感覺啦 對我來講 因為可能我之前洗 男性洗髮精啊 男性洗髮精 洗後的淨涼感是真的蠻明顯的 但是它跟男性洗髮精比起來呢 淨涼感很低這樣 再來這支的泡泡量呢 不是屬於多的 但也不是屬於少的 就是介於中間剛剛好 然後泡泡很細緻 也很好沖洗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香味是屬於偏香的 所以如果你是對香味過敏的人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 洗後是呈現一個保濕微順的狀態 它洗起來呢 不太像是控油型洗髮精的感覺 然後它不會有那種乾澀感 也不會有那種乾乾的感覺 它洗完呢 比較像是保濕度偏低的那種 保濕洗髮精的感覺 然後頭髮呢 是呈現一個根根分泌 順的狀態 帶有蓬鬆度 然後這支的保濕度呢 我個人是覺得有落在鬆度 以控油型洗髮精來說呢 我覺得它的保濕度呢 表現得還不錯 最重要的持久度的部分呢 我個人覺得以控油型的洗髮精來說呢 這一支呢 我覺得表現得不是很穩定 而且如果是在頭皮頭髮狀況不太好的時候呢 它表現的就是還蠻差的 起床呢 是可以感受到有蓬鬆度跟順度的 但是呢 這樣的狀態呢 是已經大幅下降至少有一半了 在頭髮頭皮狀況比較好的時候呢 起床的時候可以感受到輕盈度跟蓬鬆度 但是呢 差不多已經下降一半了 反而保濕度跟順度維持的還不錯哦 這點是真的還蠻特別的 就是以控油型洗髮精來說 還蠻特別的 然後頭髮呢 是有明顯看得出來出油的 那真的出油的狀況呢 基本上 差不多只能撐到中午 那中午過後之後呢 如果是要出門的話 或者是 你如果不出門的話 它的出油度就會慢慢變得比較明顯 所以如果你要出門的話呢 是一定要洗頭的 但有一點我覺得還不錯的就是 它出油之後呢 頭髮不會重重的 一般我們使用的洗髮精啊 出油之後呢 頭髮通常都會變比較重一點 但是這一款呢 不會 然後在頭髮頭皮狀況不好的情況下呢 起床呢 就可以感受到蠻明顯的油光 而且頭髮是帶有一點重量感 雖然說不是很嚴重 但是呢 就是這樣的狀態呢 基本上不能直接出門 就是你出門一定要先洗頭 所以呢 這一款我覺得以控油型洗髮精來說呢 我覺得它的控油持久度表現得不是很好 我反而覺得保濕款我比較喜歡 那這一款啊 因為它就飆上控油型的 所以你就會有所期待你知道嗎 就覺得說它應該要很控油 或者是控油度應該要有所表現 可是呢 這一款洗起來跟保濕款就真的差不多這樣 接下來是GENTLE的保濕潤澤洗髮露 這個品牌呢很明顯呢 就是一個否男性的一個品牌 但是呢 我自己實際上使用之後呢 女生也是可以使用的 這支標榜滋養髮絲 柔順保濕 然後不乾色溫和清潔 添加澳洲堅果油 這個成分呢 是可以幫助頭髮的柔順 然後維持頭髮的水分 再來有檀香精油 這個部分呢是提升香味的質感 我個人覺得這一罐的香味啊 我還蠻喜歡的 洗起來呢 是真的覺得說 這一罐洗髮肌呢 有質感的那種 你的頭髮的質感有提升的感覺 就是 單止這個香味 我覺得它的香味呢 調得還蠻好 是真的還不錯 我是還蠻喜歡的 而且我覺得 連女生呢 都會覺得說 這個香味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有一些男性的洗髮品啊 或是一些化妝品啊 保養品啊 它的香味呢 就是真的很骨絨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一支呢 不是 只是呢 它的持香度呢 我覺得不持久 洗完之後呢 沒多久就沒什麼味道 質地呢 是露狀 然後它的這個露狀呢 是延展度高的露狀 不是屬於那種粘稠度比較高的 然後 它的泡泡呢 是屬於少的 但是它的泡泡呢 很細緻 洗起來呢 是很舒服的那種狀態 不是那種 厚厚悶悶的感覺 通常保濕型的洗髮筋啊 洗起來呢 都會比較偏厚的感覺 但是也不表示說 所有的保濕型的洗髮筋 都是這個樣子哦 我只是說大多數的 它是保濕型的嘛 可是它洗起來呢 很清爽 洗後是呈現一個 清爽蓬鬆 然後不乾的狀態 然後是帶有保濕度的 然後它這個保濕度呢 差不多就落在中度 重點是呢 它不會有那種厚重感 它是輕盈的 很多保濕型的洗髮筋 它洗後都是比較偏重的 但是這一款呢 不會 這點呢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同時又具有保濕度 這一支的持久度呢 也表現得很好 洗完呢 隔天起床呢 是帶有蓬鬆度的 是你可以感受到 是有蓬鬆度的 雖然頭髮翻起來呢 是看了一件油光的 是看了一件出油的 但是呢 頭髮放下來 它是帶有蓬鬆度的 也就是表示說呢 你這樣的狀態呢 是可以出門的 不是那種塌塌的感覺 這一點呢 我真的是覺得 它表現得很好耶 因為它是一個保濕型的洗髮筋 而且我在洗它的時候呢 是在微熱的狀態 天氣是在微熱的狀態 所以它可以表現這樣呢 真的是 我覺得表現得很好 出門之後呢 它的這個狀態 差不多可以維持到下午 所以呢 如果你是 早上出門下午回家的人呢 基本上呢 起床之後可以不用洗頭 再來就是它非常的溫和 就是在我頭有長痘痘的時候呢 我洗也是安全的過關 跟一般的洗髮精比起來呢 它的容量呢 是比較少的 它的容量呢 只有250ml 比一般的洗髮精還要來的貴 它250ml 差不多是300多元上下 有時候會看到200多元出 就是比一般的洗髮精價位還要來的高 但是呢 我覺得它帶來的效果呢 是完全值這個價錢的 整體來說呢 以保濕型的洗髮精來說呢 這一支呢 它的表現呢 是真的讓我很滿意 接下來是這一支 書科的綠茶進化 調止控油洗髮素 那我必須先說一下 這一支呢 它已經好像停產了 但是網路上呢 還是可以找到它就是 有剩餘的庫存這樣子 這支標榜不添加 細菱、皂菱跟礦物油 然後有添加四種的控油成分 然後這個控油成分呢 可以幫助平衡調理油脂 它這個壓頭啊 出量很少 以我的這個髮量啊 我要按到四次喔 我才能洗整個頭 就是我洗第一次的時候 按到四次到五次 然後洗第二次呢 差不多按三到四次 反正它的出量很少就對了 如果是女生那種長髮的啊 我覺得要按到十幾次才可以 這點呢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蠻大的缺點 然後再來呢 它的質地呢 還蠻細緻的 帶有綠茶的香氛 然後它的泡泡是屬於偏少的 再來呢 它的泡泡是還蠻細緻的 洗的時候呢 是帶有點微涼感 是舒服溫和的 不是那一種不舒服的涼感 也好沖洗 然後洗後是呈現一個順的 不乾的狀態 重點是呢 頭髮是帶有細緻度的 它的洗後感呢 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表現得還不錯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這一支它從質地 然後洗的過程中 洗後 都表現得很好 但是呢 僅此於此 這支的清潔度 我是屬於中低的 所以在洗造型品的時候呢 會很辛苦 那一般在洗沒有造型品的時候呢 像我是油性頭皮嘛 但是我出油狀況比以前好很多 我不是出油量很旺盛的那種油性頭皮 以我這樣的狀態來說呢 洗起來呢 其實就是有一點辛苦了 那如果是洗造型品的時候呢 又更辛苦 所以在洗造型品的時候呢 我不會用這一支 再來我很care的控油度呢 這一支呢 表現得真的不行 就是以控油型的洗髮精來講 畢竟它是有標榜 它是可以調止控油嘛 以控油型的洗髮精來講 這支真的是不合格 隔天起床呢 頭髮是可以看得出來 有明顯油光的 翻起來看也是有明顯油光的 然後是屬於它的 那這樣的狀態呢 基本上就是不能出門 然後就是一定要洗頭才能出門 那洗頭出門之後呢 它的這個控油度也表現得不是很好 就是沒多久 可是到了下午吧 就可以感受到頭髮就是 逐漸感覺到滿塌的感覺 所以控油度的部分呢 我覺得表現得不OK 但是呢 它有一點表現得還不錯 就是它的細緻度 它的細緻度的持久度呢 我覺得維持得很好 即使頭髮是出油的狀態啊 頭髮摸起來還是細緻了 整體用下來呢 我覺得這支比較適合乾性髮織 還有冬天的時候使用 不過我覺得有更好的選擇 再來是美無髮的這個 瑪編草清新水漾洗髮露 他們家這個系列啊 我已經用過小蒼染 然後還有白茶茉莉跟蘇薇草亥菸 然後呢 這款是瑪編草的 這個系列呢 它的價格差不多都是在100多元 然後有850ml 然後這支呢 它是標榜零細菱 然後PH5.5平衡酸鹼脂 然後草本質脆 這支的泡泡量是屬於偏多的 也很好沖洗 它的清潔度它不是落在中度 我個人覺得有偏上一點點 就是中偏上一點點 洗起來也溫和很舒服 然後我洗比較久的時候呢 也不會有那種過度清潔的色感 那種過度乾淨的色感 但是呢 小蒼染那一款呢 就會有那種過度乾淨的色感出現 那款呢 清潔度真的是還蠻高的 就是跟這款比起來的話 洗後是呈現一個清爽 蓬鬆輕盈的狀態 然後不會有那種乾燥感 如果頭髮有上造型品 上的量不多的話呢 這一支呢 也可以很輕鬆的洗掉 但是如果你上的比較多的話呢 這一支呢 就要洗比較久 但是呢 也不會洗的特別辛苦 持久度的部分呢 我覺得這一支表現的還不錯耶 這點有讓我意外 有讓我驚訝到 洗完隔天起床呢 雖然說髮根有出油 但是是屬於不嚴重的 頭髮呢 還有蓬鬆度跟輕盈度 然後這樣的狀態呢 是可以撐到下午 而且是可以出門的狀態喔 雖然說髮根會越來越油 可是呢 是可以接受的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它的控油持久度 表現的還不錯 這個系列來說啊 這一支啊 是我最喜歡的 以我油性頭皮來說 以我自己的頭髮 頭皮狀態來說呢 我覺得它的效果平衡的還蠻好的 特別是它的溫可的清潔度 跟控油度 好 那以上呢 都分享完了 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境況好了 因為 我好像都沒有跟大家分享說 我的生活的部分啦 或是我生活的境況是如何 這樣 最近呢 我又重回線上遊戲的懷抱了 我現在講的不是業配喔 真的不是業配 因為最近啊 如果大家有在看我的那個IG story的話呢 就知道就是我最近在玩天堂W 那為什麼會玩呢 為什麼又重回線上遊戲的懷抱呢 就是因為我在很久很久之前 差不多20年前吧 我的天啊 就是天堂1.0的時候 我就開始玩了這樣子 那當然之後呢 就沒玩了嘛 但是我玩天堂的時間是真的還蠻久的 我小時候真的就是 活在線上遊戲的世界裡面 我玩過超多款線上遊戲 譬如說 很經典都有 譬如說石器時代啊 天堂啊 然後 魔力寶貝啊 RO啊 跑跑卡丁車啊 然後 等等的 我現在真的 要我全部講出來 真的講不出來 真的玩過太多了 我現在念的出來 都是我玩得很認真的 有些小的 譬如說什麼瘋狂坦克啊 一些 我現在想不出來 反正 還有爆爆王 那種爆爆王就沒有玩得很認真 然後天堂啊 它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線上遊戲嘛 它真的就是台灣線上遊戲算是 不算是始祖 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經典的一款線上遊戲 我前陣子就是在看YouTube的時候啊 突然跳出就是天堂W的廣告 舊版本的天堂的登出的音樂 然後變成其他版本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是在做其他的事情 沒有在看畫面 有的時候我用YouTube啊 不會用看的 是用聽的 然後那一天那剛好就是用聽的 就是我把畫面都縮小 就是YouTube畫面都縮小 然後再做其他的事情 然後那個廣告都跳出來 我就想說這個音樂怎麼這麼的耳熟 然後我一直想不出來到底是什麼音樂 還是誰唱的這首歌什麼之類 非常的好聽 然後又非常的熟悉 不想了有30秒吧 都想不出來 最後呢 我就把那個視窗點開 原來是天堂的這個登出的背景音樂 超級好聽的 它這個廣告的其他版啊 真的超好聽 然後看到那個廣告啊 我就把它點開來了嘛 看它的完整版的廣告是怎樣 我覺得 我覺得它這個廣告行銷 非常非常的成功 它 廣告好像沒有講任何一句話吧 就是 畫面再加上其他版的登出音樂 相較其他遊戲的行銷啊 我覺得天堂W這次的行銷 做得非常的好 於是呢 我就玩了天堂W這樣子 其實剛好也是我身邊朋友在找啦 所以就想說 好那不然就是也一起玩好了這樣 所以呢 我最近呢 基本上呢 就是在玩天堂W 但是 我都是掛機啦 我基本上24小時都是掛機 就是一直讓它掛著這樣 講這個會不會太宅啊 跟你們講 我真的就是在大學之前啊 真的都是活在線上遊戲的世界裡面 從我 我忘記從我什麼時候 從我小學 還是還沒上小學的時候 就已經在玩線上遊戲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就是 玩線上遊戲長大的小孩 只是到了大學之後呢 就漸漸沒有在玩線上遊戲了 然後最近才 又繼續玩線上遊戲 天啊 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我很宅 但不得不說啊 我覺得現在的遊戲啊 現在的線上遊戲啊 跟以前比起來真的是 我覺得方便多了 因為現在都可以掛著練 以前呢 真的就是完全純手動 真的沒有時間的人啊 真的沒有辦法練 沒有辦法玩耶 然後現在啊 基本上都是免費嘛 我覺得也不錯 但是 有很多東西是需要課金的 這點呢 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反而 這樣的機制啊 免費然後讓你課金 好像遊戲公司會賺比較多對不對 因為真的 有好多人 願意花大筆的錢去課金 現在這樣的遊戲模式啊 以掛網這個 我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像我們 現在必須要工作嘛 所以就是也沒這麼多時間可以玩 我覺得現在的遊戲公司 可能就想說 我們也要賺錢 才有錢去課金 套啦 反正最近的境況呢 就是 重回線上遊戲這樣子 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還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這樣還可以接收我發布影片的第一手消息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